你好我是艾力克萨利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2024年 有关加密货币的一些展望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将从宏观的经济环境开始分析 以及加密货币各个板块的分析 那么我会在视频的最后一部分 给出一些主流项目的分析 那么以及一些有可能会爆发的赛道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和帮助 那请注意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加密货币市场的风险很大 如果说你不熟悉操作的话 请不要轻易的投资 好我是艾力克萨利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那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 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 另外我在电报和微信都有会员群 那我的目标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 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购这辈子足够的资金 如果说你想在下个牛市资产涨5到10倍 如果你是币圈小白不知道怎么入场 或者是币圈的老韭菜 却不知道怎么配置自己的资产 都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 找到我或者是另一个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 OK下面进入这个视频的正题的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讲到宏观的大环境 大家都知道美联储已经公布了2024年降息的计划 那预计是2024年可能会有三次的降息 也有人说是三到五次 那以及2024年年底会停止缩表 那这些都预示着宏观的大环境将转向货币宽松的政策 那预计2024年这个加息的政策会让很多的商品产生通胀 那这里面呢也一样会对这个加密市场带来大量的这个资金 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比特币的现货ETF 那昨天也有消息传出来说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 最快可能是在1月3号或者是1月4号就通过比特币现货ETF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一般通过之后 他这个ETF他并不能马上进行去交易 通常还要再继续等待三到四个月 那也就是说在四月份或者是五月份的时候 那比特币现货ETF会正式上线交易 但是我估计在临近交易的时候会有很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那向下的一个调整 不然大量的资金进场就真的会让整个市场都起飞了 目前这个市值呢还并不太高 根据这些机构的这个一贯的作风 他们会在选择自己进场之前用尽一切办法 让这个价格呢降下来 所以说那个时候一旦这个大幅度的往下调整的时候 也是咱们进场的最后的机会 就本轮牛市最后的机会了 那这也是我多次提到的 2024年第二季度是上车的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 也就是这个根据之一 那与此同时 2024年4月份比特币的减半之前的小疯狂的行情呢 也会提前到来 那配合这个比特币现货ETF的消息面 有可能呢在三月份的时候 将这个比特币的价格拉到这个五万 甚至是六万的附近 那然后呢可能会在四月份进行疯狂的向下调整 那这个调整的幅度呢 应该会在35%到50%左右啊 那50%可能是比较坏的一个说法了 那根据这个计算呢 那比特币到时候可能会跌到三万附近 那比现在呢还要便宜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一定要去上车 而不是恐慌 那同时呢这个比特币现货的ETF啊 也是具划时代意义的 那代表着加密货币即将迎来 数万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的增量啊 与此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比特币 了解加密货币 那我觉得呢 相对于资金方面的好处 那共识方面的好处呢 也要考虑到 那这个是比较长远的一个好处了 那一旦更多人进场 就意味着更多人知道比特币 那只要知道比特币 了解了比特币 那他们呢就会争先恐后的去购买 那这个影响呢 将会是未来时到20年 都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第三点展望呢 就是以太坊呢 会在这个比特币大幅度的调整过后呢 会率先带领市场的走强 那这个判断的依据呢 就是2024年的这个坎坤升级啊 这个坎坤升级呢 也是在2024年的年初进行 那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表 但我们结合上一次 以太坊的上海升级 这个期间或者是之后 那直接呢 让这个价格呢 从800就拉到了2000 那这次坎坤升级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个人相信以太坊的坎坤升级 会让以太坊呢 有可能从2000附近啊 涨到4800甚至5000以下 那极有可能会在这一次 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另外升级后的这个ERP 4844 那会给Layer 2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大家呢 可以去关注Layer 2赛道的这个OP和ARB 以及相关的其他的代币 第四点展望呢 就是币安呢 有可能会失去现货交易 第一的位置 那OKX Bybit Combbase 还有BigGate 等这些竞争对手呢 将争夺领先地位 我们都知道 2022年11月份 这个FTX这个崩盘之后 币安的交易量 就开始大幅度的增加了 那自从那之后呢 它的市场的份额呢 就不断的进行了萎缩 那截止到2023年11月 却下降了这个20% 那美国司法部对前首席执行官啊 CEO赵长鹏的起诉呢 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数据的下降 那尽管如此啊 从2017年以来 那币安呢 一直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 并且呢 在这个日交易量方面啊 仍然远远领先与竞争对手 但是目前这个币安 前CEO赵长鹏呢 现在被这个 基本上是困在了美国 不能离开美国啊 那尽管 他们委任了新的CEO 但是这个后面这个官司呢 依然会影响到币安 一直到这个官司的结束 而排在后面的 这些交易所呢 也都是跃跃欲试啊 表现的非常好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OE 极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超过币安交易量的这个交易所啊 尤其是OE目前的这个 Web3的钱包 使用起来非常的顺滑啊 那单凭这一点啊 我相信很多人 也都会转移到这个OE进行交易了 那第五点展望呢 就是有关狗狗币的啦 那狗狗币会在2024年 有一个飞速拉盘的时刻 那这里面呢 有两个很关键的因素 大家去关注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年初的这个 这个Doge One的主题卫星 那此前多次 因为各种原因啊 被推迟 那这一次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可能会计划在 1月12号进行发射 那这门卫星呢 也是这个Doge 社区赞助资助的 这个狗狗币主题的卫星 叫做Doge One 根据此次发射背后的 这个几何能源公司说啊 他们将计划 2024年1月12号 与Elon Musk的SpaceX联合 从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 那如果这枚卫星起飞 那我相信啊 狗狗币社区 甚至会邀请马斯克呢 在直播中去聊这个狗狗币啊 那到时候呢 狗狗币会一飞冲天 另外呢 这也是这个唯一一个 有加密货币社区资助发射的 这个卫星啊 也是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啊 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跟马斯克有关系啊 那么2023年 推特改名为X 引发了 很多人呢 对这个平台 可能进行加密货币 整合的一些猜测 那特别是考虑到 首席执行官Elon Musk 对这个加密货币的 持续的兴趣啊 然而这种炒作呢 尚未发展成 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那马斯克在8月份 发推文说 说这个X呢 永远不会推出代币啊 但是呢 最近X平台 即将开启打赏功能 这个消息呢 也是传得沸沸扬扬扬 那打赏使用哪个币呢 那我本人觉得 这个马斯克呢 会优先考虑使用狗狗币 那另外长远来看 这个X平台 他们计划发展成为 一个超级的APP 那支付手段 必是这个启动的功能之一 那到底使用谁来支付呢 那我认为狗狗币 一定有一席之地啊 那我们可以慢慢的 去等待这个事情啊 那么狗狗币 2024年会达到1美元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啊 那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呢 2025年是可以的啊 OK 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第六个展望 就是AI相关的代币呢 会出现一个龙头的项目 那目前来看 AR赛道 依然没有很大的这个起色 那项目呢 也都是良有不起 很难看出 非常好的项目出现 那除了这个 Sam Ultimate 的WorldCoin 那WorldCoin 其实不能算得上 一个AI的项目 但是呢 它在2023年 表现得非常的好 那其余的 这些AI的项目 不管是2B的 还是2C的 都仍然处在 这个开发的阶段 融资的阶段 但是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个2C的项目啊 比如说一些游戏 社交类的 这个音乐类 电影类的 这些项目啊 那另外有两个项目 需要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这个 Chain Link Link和JRT 那不管是什么项目出现 那这两个做基础 设施建设的 一定都会跟着一起涨 那2023年 这个ChatGPT 它起飞的时候啊 那JRT就跟着一起飞了啊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之前的K线的表现 那相信2024年 这两个B 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那第七呢 就是这个游戏和NFT 那这两个领域呢 一般都会在牛市的中后期 开始起爆 开始起飞 但是呢 一旦出现现象级的游戏啊 或者是这个AFT出现的时候 一定不要犹豫啊 大家都记得这个 上一轮牛市里面出现的 很多的游戏 以及AFT 一些这个什么猴子 猿猴之类的 那些AFT啊 那大家如果说 在下一轮牛市碰到了之后 一定不要 不要犹豫啊 及时上吃 不要被落下了 那第八个呢 就是土狗领域 那牛市的末尾 一定离不开 土狗满天飞的现象 那我在上一期 专门讲解到 怎么去找这个金狗啊 那我给出来一些建议 那没看过那期视频呢 一定去看一下 那最后呢 要重点推一下 这个金宝啊 金宝狗 那这个B呢 我们在会员群里面 有人呢 最高的时候 已经接近十倍了 那目前正在这个 调整的阶段 那我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非常喜欢 那我的观点 都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了啊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说你觉得 对你的投资和思考 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一定要 帮我点赞啊 也订阅我这个频道 那你们的支持呢 就是我 持续努力的动力啊 那我会持续不断 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 给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一起发贷 Peace